台中市定古迹护里张天机宅是少数融合了台湾、日本以及西式风格的混合式建筑 历经民国24年的多纳喀大地震以及88年的921大地震仍然屹立不遥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这使用的木料是渐渐的腐朽损坏 也造成了建物倾斜跟漏雨 为此市府莫莫局赤字了5000万元 在2017年展开全面修复 并且在去年底完成了这项工程 而目前除了维持原住户的居住功能 未来市府也打算开放部分的区域规划成古迹展示场域 提供给市民来欣赏这个古迹之美 充满气派的建筑外观 这里是位在厚礼的市定古迹张天机宅 创建于1931年日治时期 至今已经有89年历史 曾历经过民国24年的Dunaka大地震 以及88年的921大地震 仍屹立不摇 24年厚礼大地震 本来澳楼正面是澳楼 后来都给它整修改革 现在还整到921大地震 都没什么顺利 因为我和我撤一下 像我似乎倒下去说 所以我帮手这样而已 所以保存料还是不错的东西 所以我如果说 以前都开5到3套的那是据收的 我这很不敢的 所以一定要专业来保存 张天机宅除了有西式精致门楼与外墙 还保存许多日治时期的工艺品与合适格局 像是无极的手工烧花砖 细石子装饰等等 同时也保有台湾的传统文化 做供相当精细 是当时少见的民宅建筑 但随着时间过去 许多木料逐渐损坏 造成建物倾斜漏语 为此市府文化局也斥资5000万元 在2017年展开全面修复 并在去年底修复完成 我们可以再看到它的另一面上面 都是一些西洋式的一些洗石子 然后那些巴洛克斯风格的柱子 然后一些它的语惠 但是我们走到第二镜里面去看 就可以看到发现说 它整个风格就变了 变成是一个闽南式的 然后在左右相仿的部分 它又有日本式的风格 所以它融合了三种的央视风格 在它的整个建筑的设计里面 这就是洗石子薄缓 因为这些民国是人的 这些桌子包括门楼 那边都用桌子这些完食的 到现在都很漂亮 还有这些东西 我们虽然说用土隔的 但是我们有拔赌 拔赌做一个 打开厅里面放东西 还有一个我们这有阁楼 我们这个上面还有半楼 那都用放文物东西 所以很多都有楼 还有这个物质很大 这个物质 大楼都挑高 市府也表示 由于张天机宅 还有部分援助户居住当中 因此产权也移交给 后里张天机促进会来管理维护 未来也会与促进会合作 开放部分的区域 规划成古迹展示场域 希望提供给市民欣赏 古迹之美 介绍穆瀚台中采访报道